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可能会认为是这个政府很厌烦一个tunnel就是一个隧道 我在海底下的隧道 这个政府很讨厌很厌烦一个海底的隧道 他就觉得怪怪不太可能 bounce 一般认为可能是弹跳 the baseball player 这个打错是HIT hit 把球打到out of bounce out of就是有好几个意思 他也是一字多词 所以成语有一字多词 可以在外面 也可以是从哪里来 这个棒球选手把这个球 out of bounce 从弹跳外面进来 还是弹跳出去 哦 是不是 打球弹跳出去了 box 盒子 there will be a good thing shout on the box tonight 今天晚上呢 tonight 将会有很棒的一个唱歌的秀 唱歌节目 在盒子里面 哎呦 人家说你家盒子很厉害 有听过这个电视 网络啊 手机上可以看到很多节目 你家的盒子可以看到 盒子有通电吗 brace 一般支持我 my son was braised to straighten his teeth streaten也是一字多词 我儿子带了一个支持的东西 去streaten streaten就是直接 直接他的牙齿 我们待会再讲正确的意思 sight 一般认为是势力 they're fighting in the public matter sight 他们在公共操所吵架 或者打架 fight 或者fighting 可以去吵架也可以去打架 不一定 看情况 这公共操作打架 然后made 变成一个很好的势力 就是这种 就觉得到处卡卡 我们来看看 真实的意思 boor 他除了是一文翻以外 他也可以是 这应该用过去分词 made by drawing 就是它是有drelling 钻的 drelling也是钻 往下挖 drelling就是用很尖的东西 往下钻 钻头像那个 大家最怕到牙医去的 看牙医去 钻了 鸡丝 钻你牙齿 比如说有蛀牙什么 钻子 drelling就是 就是一般就是 往地底上 往下 往下敲 敲那个土地 挖掘 挖掘 它钻孔的意思 钻东西 钻孔 你看钻孔跟厌烦 意思又差很多 the government board tunned under the sea 政府在海里 开找了一个隧道 钻孔 钻出一个隧道 而不是很厌烦 这个隧道 这个意思差太多了 这一只多余的魔力 bound 是界限或范围 不只是弹跳 boundary or limit 它是一个范围 或者一个界限 the baseball player hit the ball out of bounds 这个棒球选手呢 把这个球啊 out out of 就是 打出去 打出这个 等于是界外线 打出个球场的范围 就是界外球 所以那个全力打 最衰 他那个左右外野 他各有一个 很高的一个 那个杆子 很高 这个 然后 那边有裁判 外野的裁判 然后举棋 如果他往上一举 就表示 界内 因为有时候看不清楚 摄影机看不清楚 当然外野的 看得清楚 就大了很漂亮 就刚好在那个杆子 比如右外野的话 杆子左边一点点 就起来打 右边出去 十公分 就界外球 不算 它是界限的意思 它是一个 boundary 它是一个 boundary boundary就是一个范围 一个疆域 一个范围 也可以讲国土 一个国家的范围 或者一个 limit 一个界限 boundary or limit box 这个字很神奇 它本来是盒子名字 也可以是当电视 另外它也可以当动词 打耳光 也可以当这个 打拳击 box 然后box boy 盒子男孩 就打包 也有可能是打包阿姨 不管男女就叫甘地 甘地 打高五福就甘地 有个甘妹 都叫caddy 都叫甘地 我们甘地从caddy 翻过来的 英文它caddy 没有什么男女 但我们翻成caddy 就变成弟弟 就好像没有妹妹 也可以是 就是很多意思 名字动词 电视 盒子 打拳击 打包 打耳光 一大堆意思 这名字 television 一个电视 所以英文很多种叫复合字 television 看起来是一个字 但是很多字 可以猜出来 tele就是远距离的 vision 看得到 所以电视 无线电 接收 从远距离 tele也可以说是电 从无线电 要插电 把无线电 经过无线电 我们可以看到影像 所以当初 远传 视讯 就叫电视 television 这样子过来的 There will be a good thing share on the box tonight 今天晚上 叫一个演唱秀 电视节目 box电视 但是我没看过 我看了文章 全部学television 但是你没看到 你以后会看到 有可能看到 如果你一直接触 很可能会看到 所以我这些写 都是我有看到过的 如果没有看到过 一次点有这个意思 可是我没看过 就不拉进去 那我都没看过 我看了也不少了 就都有用过 这box 都有人在用 但是你说 你没有看过 但是你还没有看到 那以后你继续看 也许就会看到 Bridge他说的是知识物 他也是一个齿裂 矫正起 就我们讲 讲简单一点 白话文 用人话来讲 就是牙套 牙枯 最早叫牙枯 那枯子很难写 孙悟空的金枯 就是牙套 牙套是要锁上去的 不太舒服 可是要让牙齿整齐 青少年 大人就 成年人成四五十岁以上 不必了 就是十几岁 小孩子 年轻少年 或者二几岁也可以 大概三十岁以上 就比较少了 一定型了 Metwell 是一个金属的线 金属线 当然不能通电了 通电还得了 吓死人 Other teeth 在牙齿上面 因为很多 它是一排牙齿 叫teeth 不用tooth to make them grow straight street就是变得很整齐 street我们一般是讲 直的 它也是一字多一 所以英文一字多一正常 一个字一个意思 是不正常 也是那个排列 很漂亮的 street 也可以是八点整 street 八点正 八点整 也可以是很整齐的 头发很整齐 牙齿很整齐 也可以是很直的 一字多一 这边是整齐 让你讲牙齿变得整齐 Metwell 是Blaze to strengthen his teeth street 它形容词 它也可以加一个 EM 很多加EM 变动词 变整齐 street 所以你不要光是觉得说 street 只是变直 street 好像变直 让牙齿变直 牙齿变得很直 直直的 不是 矫正了 整齐 sight 本来是视力 它也可以变 something unpleasant to be seen 就是 让人很不舒服的 看起来很不舒服的 丑态 很难看 很难看的画面 the funny public made a sight 他们在公共吵架 真是丑态必出 很丑 这边就不是视力 也不是一个风景 而是一个丑态 所以我们这期 这五个一次多一 那我建议大家多看 这个我15个视频 带着12个功能性的 一次多一 正确发音 应用绘画 一堆 就直接先看 如果你要挑战 如果你的程度很好 你要挑战 说觉得 我觉得这一般的网络视频 我英文程度很好 好都不得了 这个一般我都没问题 都看不到 我不会了 那你要挑战 你就去看特殊文法片 看这个 长距破解片 看纪念术片 像这些 就会满足你 哇 真的是挺难的 那如果你说 你程度很普通 你就看看什么 基本单字片 简易表达片 这些 实用绘画片 正确发音频 看看这些东西 这一集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